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歌探店带你吃遍小摊小馆老字号 今天在程阳的马甲台这边 吃个烤鹅 老关东烤鹅 这个是免费自吃 我一听免费的我就设得高兴 就得赶紧尝一下 这么一个蘸料 有蘸料 大部分稍微等了 包完那个我给你包 没事 行啊 也给我挑一个吧 这个皮的 扒的皮跟这个是一样的 对的 这个没有皮熏好的吧 这个肉就是直接有整周周的很均道 然后这个是皮上边的肉会嫩嫩一些 然后那个椒味都在皮上 我觉得还是要不就给我来个没皮了不 买一只鹅送什么东西 送两个一份鸡脖 送熏鸡脖 几个呀这是 五个 再送两个鸡脚 对 买六十八送来 对 那行行行 好 好 你这个想给我掰得细点 哦 细点回去吃的口感更好 行 我觉得我选了这个可能再肥一点 你选了这个应该是个鸡脑 哈哈哈 我都感觉出来 太肥了 我都在这儿掰不动去了 来 吃饭 烤鹅 好 微信熟本 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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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喽 大鹅登场了 哎呦 被挑了这么多 来喽 这一个大鹅吧 他说第三四斤 我觉得也不熟 真是不熟 一只大鹅送了两个烤鸡酱 来了送了一个烤鸡脖 你说得不得劲 哎呦 你看了没这个大脖子 这脖子上的肉一口拿不透 那个味再成一碗就尝了 味道还是非常哇塞的 这是椒盐吗 不是椒盐 应该是芝麻盐一类的佐料 那我愿意 这个还是要蘸它果料 你如果单独吃吧也很好吃 这就是一个酱鹅 夹着这个熏烤了那么一个 那个 但很奇怪 它这个 它这个料小料 肯定是它单独配的 就配它这个鹅吃 绝对好 我觉得配那个烤乳猪也能好吃 你要不要吃这个鹅头 这个鹅头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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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南方有种鹅吧 叫石头鹅 他们南方做那个熏鹅什么的吧 都好几千块钱 买 买那么一个鹅头 这个鹅头是鸡头 鸭头都比不了它 知道吧 很厉害 算奇怪 这是吃鹅吧 原来是 南方那边 吃什么酱鹅 酱鸭 糟鹅 老东北那边 它这个叫老关东 据说是 那边愿意这么样吃鹅 铁锅炖大鹅嘛 想听到这边吧 没有什么吃鹅的习惯 这最近这两年又兴起了这么一个东西 但就这个鹅肉的这个体质 应该是鸭肉还有鸡肉当中最好的 鹅这玩意是善豆 我以前上农村 在农村生活过一段时间 经常被村里的一群大鹅撵着满村跑 玩意是很奇怪 他见人不顺眼 他就撵着人跑 必须得半年 一个边就长了个车信仪 呵呵 是